老花一开箱评测 今天是一个沙漠玫瑰 很多的花儿呢 都喜欢养沙漠玫瑰啊 不知道怎么养 然后呢 我从网上也就淘了一个 顺便给大家叨叨一下养护 首先呢咱们开箱 这个又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一个 福建那边过来的一个沙漠玫瑰 价格不便宜了 35 咱们看一下什么样子 你们一听什么名字带沙漠的 带刺的 这些个东西它都是 比较皮实的 很好养 它都是喜欢一些干燥啊 是吧 喜欢那种 潮湿空气潮湿 但是很土干燥 很多的花儿 整次浇水整次浇水 还有一个 这种东西啊 耐低温能力没有那么优秀 尽量的要维持在5度以上 5度以下都容易出现小的冻伤 这两天天气比较暖和 来寄过来的时候没有冻伤 然后呢 咱们打开 打开看一下 像这种一般从路上来呢 它这个花盆有破损有这有那的哈 很多的话说要怎么办 大家也可以 就驴下坡 好吧 不应该是借破下驴吗 怎么成就驴瞎破了 没文化 真可怕 你看下面它放了很多的根系 放了很多的这个肥料 大家可以看到呢 人家呢都是用一些这种碳渣 看到没这个就是碳渣 对吧 然后掺了他们当地的土 你不是想省钱吗 你看人家 你省钱省到点子上来 对吧 有的话说这个土壤不应该用营养土吗 越有营养越好吗 它并不是说越有营养越好 土跟植物之间它只是一个承载体 你像沙漠 沙漠里边的植物怎么生存的呀 对吧 植物的生长 它不用土 照样可以长 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水分维持 这个 根系 不让它干枯死亡就可以了 对吧 只是一个承载体 所以说花耳梅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那既然这种情况呢 咱们就可以重新栽种一下了 这叫救驴下坡 好吧 有的花耳 上面开着花耳在那 根系又没什么受损 对吧 你种上就行了 我刚才忘了这甩来甩去容易掉花苞 好了稍微拍打一下 咱们接下来就给它重新种一下 像这种东西呢 咱们一定要了解 它是非常的耐旱的 你就这么呆的 即使是说是 不换土 也不浇水 就这么放着 就这么放在那 只要不强光爆菜 有一个月你不用管它 它照样能开花 为啥 因为它这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你就想吧宝 你自己从哪祸祸死的汤 能想起来吗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随手拿一个花盆起来 还是要盖它那个点啊 由于这种东西呢 不怎么洗水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土呢 你可以稍微塞一塞 把这种细水的塞出来 塞出来你可以播种啊 可以牵插呀 这种上面的大颗粒直接垫到盆底下 增强排水和透气 这个时候就啥肥料都不用了 防止这个里面空根 看到没 要把这个土啊 稍微往下面塞一塞 空了根 很多的话我在种的时候都老是忽略着一点 它里面根都是空的 你种下去以后 万一我这个 浇了水了感觉还是缺水的样子 你浇了水了 它里面的这个根系都喝不到水 把边上塞上土 这种种啥三天以后再浇水 它都晚不了 你就不用急 不用急 再玩 就怕水大烂根 就怕水大烂根 你稍微干的点 没有事 你只要空气湿度OK 有的话如果空气湿度OK不起来 那你就弄个小蓬蓬啊给它 你就最笨的一个方法 你找个纸壳 把四面给它掏空 弄上那些个 透明的 塑料纸 它不也一样吗 它不也保湿吗 很多的花肉总是抱怨 咱那么多抱怨 不要用任何的肥料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 好吧 咱们用到的土呢现在是比较透气的 可以浇一遍水 可以浇一遍水 下来呢放到一个 光照好一点的地方 养护这种沙漠玫瑰呢 尤其是比较胖的 你比方说你们养那种快径类的 种球类的 包括那种多肉类的 你都要了解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会陷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 你的原产地跟咱们 你得这么想 你像多肉那种 它原产地它是在大西北 早穿棉袄 五穿沙 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 对吧 那种是什么感觉呢 它温差很大 你像咱们 到了咱们夏天的时候 很多的多肉就是 长时间的处在一个30度以上 它是在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在半休眠 它在抵御 你就像我们北方的这个 杨树柳树 它在冬天的时候落叶子休眠 是一个道理 它夏天的时候 它会落叶会休眠 所以说大家要放到稍微凉 快点的地方 你或者温差劲可能大一点 你像这种东西 在云南来说地灾完全OK 没问题的 对吧 就是按照咱们的气候来说 有的话 我养着就不行 它不喜欢很冷 一般这种东西在三度以下 极限 低温是三度 三度以下呢 就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冻伤了 就像咱们吃的萝卜 会冻的发糠 有这个概念了吧 你要储存萝卜用沙子埋起来 你看这种东西 也是用沙子埋起来就行啊 好吧 简单的一盖它 光照呢 是喜欢光照 夏季高温的时候 放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 好吧 如果说没有那种大温差的话 浇水 它比较耐汗 但是呢 你也要记住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如果说空气湿度很干燥 它的叶片长不了那么多 还有一个就是虎赤梅 也有这种特性 好吧 然后呢说到用土 咱们再说了 用土你就用沙子 用梅渣 它照样可以 我们用到的呢 是比较一些个大颗粒的泥酸土 因为把细的塞下去了 这种呢主要是以保水透气 然后呢这些个都是以腐质制含量为主的 可以被枝叶的根系转化吸收了 所以说配土这一块呢 只是一个载体 让根系 排水和透气 好吧 还有最低气温呢 咱们也说了 尽量的维持在3度以上 3度以下就容易冻伤了 最后一点说用肥料 像这种东西的话 即使是你不用什么肥料 它照样长得很OK 如果说想要用肥料的话 个人推荐呢 是以奥律A2啊 或者说你们用一些粪肥啊 再或者说你可以用一些花了多优质颗粒控湿肥这些都可以 新量的就不要用什么营养液之类的了 营养液 你们浇水周期比较长嘛 你用营养液才不容易吸收 对吧 所以说你简单的一盖上 空气湿度越高越好 光照越强越好 但是夏季高温 要避免强光暴晒 它是短暂的休眠 一边关于上面每个的一个开价 咱们说价格吧 35这个价格只能说性价比很一般了 苗晴还可以 相对于我之前开过的 福建的一些个箱来说呢 这个好像包装显得就有那么一丢丢的潦草 综合苗晴呢 能给到80分一个良好的苗晴 你的话说我想要这一颗你想要这一颗你等着吧 因为之前呢有一个花友寄过来一个沙漠玫瑰帐咱们救救治的那个 你可以看看上一期也有很多的干货 如果这个不活的话我就把这个送给人家了做一个小的补偿 还那句话如果说有想寄养花的 花友你取得我们后台的小哥联系啊 养死不赔 运费自己出 养护不要钱 好吧 开箱 评赞就到这了 如果说大家想看什么样的开箱 您都可以视频下留言 好吧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忍一 结果不错 点个赞 白了 给你打开 谢谢大家